欢迎收看STAR News World 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不错过当日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新闻 今天的新闻频道包括以下栏目 王一波松弛感全开 人字托COS低俗小说 月华年会的最亮亮点 在月华公司的年会上 这一年度盛世吸引了众多明星的参与 展示了他们各自的才艺 而今年的亮点 飞王一波的低俗小说角色Cosplay莫属 它的这一装扮引起了热烈讨论和关注 对Cosplay这一概念可能有些观众不太了解 它是指明星们模仿影视活动漫作品中的角色 通过穿着相似的服装和化妆来在线角色的形象 在月华公司的年会上 王一波的出现真实令人眼前一亮 他身穿人字托走红毯 这种搭配在娱乐圈中几乎是前所未见的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表达了他们的惊讶与赞赏 有网友感叹 这波走秀让人惊得目瞪口呆 不愧是你 王一波 我佩服 我愿意拜你为师 评论区的网友们解释说 王一波今天的造型是来自于外国电影低俗小说中的文森特角色 观察王一波的服饰 可以发现他和电影中的角色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 只是王一波的身材更为欠瘦 此外 还有网友好奇 是否只有他注意到王一波的漂亮双腿 当男主持看到王一波即将出场时 他一直盯着入场的方向 从他的表情来看 这位主持人显然也对王一波的造型感到十分惊讶 不过 不得不说 王一波真是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他的这身造型似乎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压力 他大方地展示给观众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王一波在COS方面的细节处理堪称完美 从配饰选择到表情控制 都体现了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尊重 网友们还调侃说 王一波是否通过COS来表达内心的孤独 或者他只是想展示他的演技已经好到可以用眼神传达情感 王一波对这些评论并没有做出直接回应 在娱乐圈这个复杂的环境中 保持一定的神秘感确实是吸引观众持续关注的关键 除了COSPLAY 王一波还通过极限运动和独特的发型展示了他的真我魅力 提到王一波 大家总会谈到他对极限运动的热爱 他从滑板到摩托车 在这些充满挑战性的项目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虽然在今年的年会上 他没有直接展示这些技能 但那种勇于尝试、敢于挑战的精神 通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 都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的新发型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有些人认为他的新发型非常帅气 有些人则觉得他很有个性 不管怎样 这个发型确实非常适合他 不仅展现了他的时尚感 也突出了他的独特气质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王一波 你的发型是在哪里做的 我也想要一个同款 王一波以其多面低性格 有时霸气 有时暖心 像一个调皮而又可爱的宝宝 展现了他丰富多彩的人生 在舞台上和镜头前 王一波总是展现出他的酷气和风采 然而 私下里的他却是一个充满暖意的青年 不论是与队友的互动 还是与粉丝的对话 他都真诚地展现着自己的体贴和关怀 在最近的年会上 王一波似乎中回了UNIQ的时光 那时的他既威武又可爱 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此外 问汉在近期播出的古装悬疑剧 《唐鬼2》中扮演了江薇这一角色 虽然他本身是一位帅气的小伙子 但他在年会上COS的造型却显得非常疯狂 本以为主持人介绍了错误的人 但当这位小妹妹上台后 观众才意识到 这其实是李问汉 他的造型与王一波相比 更显癫狂 粉色连衣裙外套粉色小西装 搭配白色高跟鞋 这样的装扮让人啼笑皆非 今天的明星们确实展现了 极高的创意和搞笑能力 李问汉扮演的角色是杜华 从服装颜色上看 两人有些相似 但与王一波相比 还是略显逊色 尽管李问汉的造型已经引人注目 但评论区的观众们却更加独特 有人甚至认为李问汉比杜华更好看 NAME组合的成员们 则选择了模仿甄嬛传的角色 虽然这些造型也很抽象 但美女们看起来却更加赏心悦目 即便王一波和李问汉的COS形象 再怎么抽象 他们也都是穿着下装的 唐九州的情况却不同 他身穿一套棉服 脖子上围着棉围巾 耳朵上戴着棉耳套 仅仅是看着他就让人感到热 实在难以想象唐九州自己会有怎样的感受 在拍照环节 唐九州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因为今天的帅哥们的表现实在是太抽象了 在当今的娱乐圈中 帅哥美女走红毯的场景见多了 但像这样癫狂的红毯造型 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无论如何 这些搞笑的造型无疑未年会增添了不少乐趣 让人不禁开怀大笑 王一博在月华年会上的低俗小说COS大秀 毫无疑问成为了当晚最亮眼的亮点 他的这身打扮不仅引发了观众的惊叹 也掀起了网络上的热议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风格 穿着人自脱走红毯 这种前所未见的松弛感 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风采 与电影低俗小说中的文森特角色相比 王一博在细节上的还原几乎是完美的 从服饰到配饰 再到表情控制 他都展现了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这种用心的Cosplay不仅展示了他的演技 还让人对他的创意 是一种突破自我的表现 岳华年会因此成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盛世 而王一博也凭借这一亮点 成功地赢得了大家的关注与喜爱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